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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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是来到了第二场比赛 那么这个排期也是刚做过修改 那么今天是第二场是由乌鸦对阵BOF 对BOF的话现在积分榜第一嘛 对 积分榜第一 但是我们今天 昨天其实我们就已经就有看到这个消息了 就是说耍大牌加入了BOF去换掉了杂克这个位置 这个具体阵容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登场队员这边已经是耍大牌 已经是替这个BOF出战了 是的 那新老东家之间的一个对决 有点异类是不是 但是说实话在Infono这张图的话 因为Infono这张地图也是说 在前一阵子刚回归到比赛的一个阵容 所以说可能这张图双方练的 或者是说知道的东西还不是特别的多 是吧 也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BOF是Infono 好像是跟Newfall打的时候 也是跟Newfall打了一个架石吧 然后打的也是非常纠结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乌鸦呢 依旧是昨天那个阵容 是吧 龙哥 小大哥 小磊 小光 QKA 小海 其实龙哥昨天的表现 我们这是不是应该再吹一波 这个 其实从这个阵容上来看呢 那个BOF应该是 就是说迎面还算是比较大 因为现在我们昨天也说了 乌鸦最近是在一个休整期 如果是拿出他们昨天那套体系出来的话 面对BOF整队 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 另外就是 耍大牌的强力加盟 不知道耍大牌现在面对这个自己的 其实就是 就刚过来一天吧 对 马上面对自己的这个 刚才还是就是 昨天还是坐在身边的队友 看一下他能不能就是说 更好的融入到这个BOF这支战队里 对 我们先看一下拼刀 其实我这边就是怕什么的 他手软 他手软 这个不忍心 这应该不会吧 对 也是一直看 小蕾啊 包括现在龙哥也上了 是吧 他看见龙哥是不是能 这个大哥 我要不 故意往边上打一下 看一下拼刀选边的一个情况吧 还是如日中天的BOF 对阵乌鸦 哇 乌鸦这边是 主线赢下的刀局啊 那这边是五个半甲 五个半血的话 哎呀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了 好的 QK这边直接打出了 选边 CT边 嗯 CT边 那乌鸦这边是 看看 真专业啊 我们看到这边还是在刷各种各样的指令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指令 也是我们经常在国际大赛里面去见到的啊 英文都挺好的 是的 这次我们看到BOF终于不用再用这个英文交流了 应该是啊 这场比赛的话 应该是可以用到一个中文的交流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BOF这边的PIN 耍大牌应该是也是来到基地了吧 看这个PIN还差不多啊 两个二十九两个三十一 确实是啊 应该是属于连着的 对 好的 QK每次都说出了这么一句名言啊 双方选一下边 那这边等一下服务器刷新 呃 比赛直接开始了 不好意思啊 这边是直接开始 因为我们也是看到服务器刷新之后啊 这个也没有太明显的标识 哎 不看见龙哥 龙哥这一点高枪啊 顶前点往后退 哇 哇 这个太极限了 QK 哇 边退边打 迟到这边连接是放过去一个 哦 BOF打得很直接 但是我们看到烟里还混着一个 大头在烟里啊 果然是经验老道 但是看见大头这个 回大头 大头跟小蕾两个人 小蕾这边也是留了一个心眼啊 大头想把你放过来之后 打你一个屁股 结果小蕾这边也是中路在断 就专门架了这一下烟 是 描连这边的话也是偷了一个空闲啊 下个包 描连根本就就是 中路这一波他根本没管 带包直接是果断的来到B点 也是知道乌鸦这个节奏比较快 B小一般都比较喜欢 前压看这一波的话 过三关斩六将 哇 小蕾这边是带走101之后 直接拆包撤攻 那乌鸦这个思路我们还是知道的 乌鸦之前打Inforno 小蕾当时还在这个AG的时候 这也是压制力非常强 想要到甭管想要到怎么改 我想要到一波就是出去了 你抢得下来 你就跟我抢 你抢不下来 那我这边就直接压制你打 尽量就缩小你这个活动范围 我们说了这张图的话其实是一个小图 所以说在这个图上 我们竟然看到就是说 狙击要发挥的能力很好的 嗯 对 我们看这个BOF这边狙击应该是稳定的 还是大头打的比较多 然后II的话 里面要看位置来起 乌鸦的话这边 就QK 就QK了 好 耍大牌 这局我们看第一局下到包 BOF打的非常稳 也是 不钢枪 把经济控制好 第三局直接起长枪 那香药到这边一波强力的控制 小洒哥过来顶一下前点 后点是 小光 B点两个人 一颗烟红组之后直接混 混死了 这个头大烟雾也是没有掩盖到的自己的身影 我看到龙哥一颗火直接压出去了 应该是看到了这个跳上来的111 好的QK这个连喷 来了连喷 赚点钱 好自己起居 哎呦上下两个人过来跟小蕾 但是这个距离的话 其实手枪伤害不是特别大 我们都知道这M4A1远点的点事是非常准的 耍大牌这个枪很高 还是没收软 还是没有收软 各位跳过来 拿喷子过来 直接打晃了之后 耍大牌这边还有血 我三个人把耍大牌围死了 那耍大牌这时候不敢捡枪 自己还有五点血 是非常的脆 小达哥的话是把自己M4这边先捡回来 对 把枪夹住 不拼了 车王的话如果去 哎 这一点 跳回来 那五点血没有打到 那耍大牌 哎呦这个时候好纠结啊 这个时候因为他就把喷子架到楼梯的话 威力还比较大 那还是要不来打一下吧 那这种距离的话 伤害范围不到啊 那这边2比0 无压有惊无险 第三回合来到长枪局 第一局下到包啊 那这局也是果断把枪起起来 看一下耍大牌的这个起枪佩戴的一个情况 好 车王 大头这边优先取得在投资物 没有问题啊 作为一个精精液的指挥 这边也是多为团队做一下贡献 Q可以直接把狙击拿起来啊 刚才喷子也是赚到冷人头钱 哎是的 刚才是好像直接把游戏腰给喷死了 小光 车王卡一下近点 看会不会 另外一个龙哥是在A2 A2跟锤坐下 一个小身位啊 这掰出来直接是把包头给打掉 那这局我们看这个阵容的话 Bof 按理说Bof是可以打过的 但是这局的话 我看怎么这个情况啊 第一个长相局不着急 第三回合 狙击相先架住中路再封一波烟 一分15秒 双方打的节奏还是非常快 相当到第一时间的话 我们也没有前压 但是肖塔哥这边已经是把这个活动范围缩小了 匪中应该是有烟的 第二时间再过来清一下匪中 小光架住A2楼 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可以派出这个队员往B点走一下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防守站位的调整 好的 小蕾回到B点 然后A2QQA过来呢 跟龙哥做一个配合 再往回走 中路一颗火 慢慢的往前顶 哇 这个火烫了一下 大头过来阳攻一下 这边A1直接要冲过去了 A1直接出了 你看龙哥这个点能刷进去了 看龙哥 有没有反闪 第一个打掉很稳 可以的 再拉出来 这边后点反闪没有到位 但是没有关系 小光这边虎方的位 二楼这边的话还跟你虎方 想要闪身跳下去 A1补外了 小弟这个速度好快 大头这边包都没有放下 两个连接 直接是过来把柯可以打掉 两个人也是把所有的原子 锁死在包点 那这边下好包之后 能站的位置不多 下了一个安全包 好 包放下 一换一 那就看小达哥跟这个 大头的这个残局 直接是没办法 大头没位置了 是吧 对 我来把狙击捡回来 看一下QQA的狙击 刚才是在A2的 对 这应该是在做一下 对 在连接这边 这局101拿了一个四杀 这101刚起枪来的时候 也是挡不住的 3比0 那下到包的话 BYF仅仅仅仅仅仅得到一个恍作 哇 感觉这个面对老东家 耍大牌这个威力还没发挥出来 是吧 挺喜欢听那个外门姐说 说耍大牌 怎么说呀 耍大牌 他真是按照咱们这个拼音来读的 那还其实还好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耍大牌 你还教他怎么读了吧 要不然是按英语发音的话 好像是不太好发 可能是问他说 怎么读你的名字啊 就告诉你 刷达派 刷达派 是 呀 哈哈哈 香蕉道的一波浅压 我们看到这时候 BYF第一时间 全部的来到香蕉道 我们大头经常喜欢打的一个战术 在前BYF的这个体系的时候 是喜欢五个人 把一个人送到一个点之后 再集体四个人回来转点 嗯 对 我们看下这个战术 也是说喜欢就是来回转的 对 跟你打个声东击西 是的 哦 这个烟过来 我们看到 看一下高点 回头看一下台上 哇 这一个交叉火力 直接往里边走 那这边是打了一个二号二 包点成功战下 但是我们看到后花园这边 也是回黄到位 CD加这边有 相交道 我觉得这个时候 BYF应该派出一个人看相交道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相交道 是并没有人过来的 嗯 这边也看到了 哇 可可可可这反应好快的哈 关键是躲这个位置也是 对面没想到 你就是在架的关在这个位置 是的 哇 撇过来有一枪头 龙哥 双杀残局 射回我龙哥 哇 刚才左边那枪头甩的 有点帅气啊 4比0 进攻节奏还是非常快的 昨天也是跟龙哥聊了一下 说这个打的怎么样啊 嗯 对 问了一下 我说他怎么说的 真的 真的不错 他问你是吧 不是 我问他 然后他说 是 我这里是有18岁的这个枪爬 哇 感觉龙哥这个 就过来替乌鸦打这个比赛之后 我们也发现他这个确实是 首先他是非常有自信的 对吧 这个其实 确实是很难能可贵的啊 因为这种高枪度比赛的 国内一线战队之间的一个交锋 确实是 最应其实我觉得应该办一届 就是各俱乐部老板 嗯 其实可以办工作人员呗啊 对对对 就类似于这种的 嗯 哎呀 哎呀 这边是直接抢的位置 把柯柯A打掉 小光 哎呀 错过了这个台名啊 还好 拉回了又是一个投 小蕾是在哪 小蕾相当又潜压了 潜压在那边投完之后 也是赶紧 其实可以派出一个队员回访 因为这个小蕾已经是完整的 这个把位置站好 嗯 想要到这边的话 两个人也是在穿衣药 直接送一个人往前点顶 这个发现可能 就是探测到了 应该是A 然后小蕾这边回来 对 直接退坑 还特意背个身 怕这个二楼有闪 是的 小光说我这位置好怕 是 小光这边确实血量不多了 兄弟们你们在哪呢 是不是 哦 这时候想要很关键了 很关键啊 五个眼睛出的 好的 这边多脸开花 小蕾这边补防速度非常快 那两个最后一个位置确定 哇 走过来 我发现大头跟小蕾这两个人 就是 冤家 冤家一辈子 就是关系非常好 也非常熟 但是打起来好像谁都不手软啊 是的 这越关系亲近的 越下得去手 是吗 嗯 哦 5比0 开局乌鸦这边是非常的 就 对 我忘了跟大家说一下 班匹克了啊 班匹克是什么呀 这张图呢是 对 我写 我刚才记了啊 这张图是乌鸦选的 对 乌鸦选的这个Mirage 那第二张图是 Nippono 第二张图 Nuke选的 比我完复选的Nuke 就比较是拿出来这个最强图了 好像是 这就被我带了是不是 嘴也拐了 是不是 拐了拐了 这个顺序 有点发生错了 哦 对 大家也知道 其实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慢摸的过程中 我们跟大家聊点闲片 聊什么呢 就是喜欢看我们解说的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 对吧 这个主要是 这个比赛赛程 大家也是都看到了 比较紧 其实我觉得 我有点稍微对不起观众 是吧 你长得太丑了 是吗 是我长得太丑了 这是你的问题了 这是我的问题 没办法 这个怪不着别人 这个局的话 我们打到现在已经是2比3了 2比3先过来 这边死点 先躲住一个大惨的龙哥 对 这个龙哥很果然 我中中的剑包 哎呀 这个一枪没有打到的话 吸引到了 没办法了 这个 龙哥抓这个timing 是的 这拉出来是把大头给收掉 那这边我们看到 BF是没有起枪的 那打到两把长枪的话 不算太亏 其实 我的想法的话 现在6比0了 大头一会儿 如果这局再拿不下来 这个长枪局再拿不下来 就给你叫个暂停 想一想 对 上半场可能会有一个大比分 是吧 是的 好 我们看到投队这手 起了一个狙击枪 QQA这个狙击 我真的 我是非常服气的 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看他打这个游戏 你不是说什么 满脑的都是骚操作 对 满脑的都是骚操作 哎 刚说完 满脑的都是骚操作 我觉得咱俩不能 咱俩不能老说一个 给人家奶的不太好 不是 这个包操的话 枪打也是很准的 而且是 完了 完了 刚说完是不是 其实我刚说完 就是说那个 游戏这边 我特别喜欢QQA这名选手 对 要转过来的时候 BOF我这边 我刚要说 我比较喜欢包头 是吧 完了 好 咱们看一下 包头刚说完 肖操哥过来 把包头补掉了 三打四 BOF这次阵型 是展开的非常慢 但是二楼这个点 知道小光 第一时间是架子前点 然后这时候 B点两名选手 看一下肖操哥这边 总连接 看一下A1 哇这已经到宝点了 这么快 我等一下肖操哥吗 肖操哥这边 这边是中路 是要轻的点太多 先看一下中路 再看一下VIP 然后再看一下A1 因为知道BOF的话 经验老到 基本上是不会 跟你加低一点的 是的 就过中路的时候 有可能说 是在这个侧道这边 会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对 然后6比1的一个比分 其实这些 我觉得都应该是 国际上 跟HAPPY学的 跟HAPPY学的 越学越坏 更HAPPY学的 真是越学越坏 是的 就觉得包点都下了 为什么都会说 在这种不为人知的第二点位 会出现这么一个 对 是的 好的 这次我们看到QQA 也是慢慢的来到了 这个缺口位置 但是屁股后面没有人帮架 两个脸包夹的话 应该是 对 打成一个同步 小光在后点是抽到了 阿呀呀 小打哥这边拿到狙击 香蕭道收到一个之后 我们看到也是成功的 风险风步 龙哥这边 龙哥这个timing抓得非常好 把耍大牌给收掉了 那这局开局的话 我看到乌鸦一个波 主动的求证 耍大牌说了 这个钱老板你好 我是300块 我来了 4打2 这边开局 偷人偷的非常凶 我们看刚才是 QQA跟这个小光 两个人 A2楼的一波前压 两个人一边架一个点 打了一个一换一 然后就是谁了 小打哥拿这把去接 在比前点的话 是连续剧掉了一个 龙哥这边抓了一个timing 好 这次换防了 龙哥现在补到A包点 然后小蕾这边就是 不露死架 除非你有火来清 要不然我是不会露的 但是我们看到包套 跟这个101手里是有火的 看一下 这个如果 就看这点谁 谁枪快了 他是意识到了 包套看不看了 小声位 慢摸 我们从大光上看 好像是 看不出正反 是吧 看不出正反面 原来是靠后背 慢摸了 是的 小打哥 要搬出的话 这枪不能够了 其实刚才他不扔这颗火 应该也是出于 首先人头烈势 然后另一方面 也是不想出于 暴露位置的目的 但是他没有扔的话 就得轻一下 对吧 没有扔就得轻 那不轻的话 这边也是 乌鸦早早的 就是土房在这了 都还不 不想想战术套路了 两边太熟了 太熟了 因为他觉得这张图的话 打完打来打去 可能牛克那张图 他们迎面更大一点 这张图的话 其实怎么说呢 输赢的话 无所谓了 就练战术吧 因为BOF现在已经领跑了 只要保证 不再输第二场 就可以了 互相一相同 都没毛病 确实是枪械问题了 这时候 对 这就是AK和M4之间的区别 我只跟你插一颗子的 是的 刷搭派 刷搭派 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的交换 这边阿呀呀也是把AK扔给了队友 自己拿一把车王 因为血量也是比较少了 二楼 二楼这一波拐 等一下信号吧 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颗 阳台下面应该是有一颗顺闪 二楼直接拐过来 而且包装这边也过来了 我们看一下 四个人 小光这时候什么枪 小光这把M4 这边是应该是侦查到了 知道你这边的话要打A了 二楼应该是直接拐了 好 这颗白打出来 二楼直接拐 好 秀塔哥这边斧法非常到位 直接锯掉 再锯一个 还有没有第三个 小光这个位置就是拉脱 第三个 最后一个人位置确定 哇 这个就是赶紧过来补墙 龙哥这边也是 我感觉这波龙哥杀了不少 这次 拔杀 无死 这个KD还是非常 非常不拖后腿的 8比1的一个比分 Bof这边的经济 平衡一下吧 起下小手枪 那不起投掷物的话 那个包其实不太好放 然后这张图的话 你在没有 你在过点的时候 没有烟闪的一个配合 其实是不太好 因为我们说了 尹风头这张图的话 是就是属于那种细小的那种通道 对 基本上说居家死一个点的话 你是过不来的 对 这个时候就是投掷物的重要性 对 投掷物重要性 如何把你这个队友 从这个细小的细缝中送过去 对 那这边没有投掷物的话 首先就是 你要么就是全部卡后点 对吧 你要么就是其中RA一个点 对 分开去peak的话 就是现在这种局面 就是大家都会被打掉了 这个101210跟小光上演了一套二楼 宝贝我来了 嗯 我又看到是谁啊 哦 大头这边喊出暂停了 应该是要布置一下战术了啊 暂停一下 admin QKA 哎呦 毫不手软啊 其实还是手软了 QKA这个性格肯定是跳过去到了 我觉得 9比1 看到我们这BF是喊出了暂停 这个经济的话是可以起的 然后这边连输的局数应该也是到了 那这边经济累积到最满 其实我们看到这局 相对来说因为龙哥是在A2的位置 然后QKA跟小光 小光是在A2楼 然后QKA这边是A1 或者是各个点 让QKA先去偷一下 对 其实他们对面应该 BF也知道说这边乌鸦的话 是一个3A2B这样的一个打法 对 但是相较到这一点确实是不好过 嗯 其实这这么招 就这么我们看下来啊 这张图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B点的控制 那这边小李跟肖塔哥第一时间是 基本上都是牢牢的站住相辆道 不让你来 然后首先压缩你的这个活动范围 其实可以打一个片 这样说就是我这边可能是打A 像他们以前的时候 做好足够的吸引 如果说B点这边的话 只剩一人防守的时候 我觉得 我得找个timing 对 找个timing这样 对 打慢一点再 确实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小蕾的这个补位 是非常的及时的 那B点的话 一旦是把肖峰好 肖塔哥站住位置之后 小蕾第一时间是会 马上回到A点进行一波补防 那其实BOF就不妨抓住这个timing 去打一点 就是去打一下B点 第一时间的话 相当到你先不要交太多的投资物 去做一个交换 9比1的一个比分 我们看到这边起枪 也是起的差不多 Botel跟阿亚亚两个人 还没有起权 阿亚亚这边是起了一个大甲 这边看一下配弹的情况 大头是把这个AK拿了起来 好的 看一下这个战停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 会不会有一个好的战术 那我们看一下投资物 那这局的一个战术 投资物的话 没有买火 我们看到没有买火 那第一时间相当到 应该是不占了 三颗烟 四颗烟 第一时间相交到 如果不占 那就是等 要是再打B点的话 就等第二个台名点 其实说这张图的话 我们也是练过什么 爆烟战术 但是不是很理想 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们是爆哪个点 A点 B点 就B点和A点的烟都练过 都练过 中了一颗闪 扔回来之后 我们看这第一时间 是放了三颗币吗 还是 这边是有一个双架 直接是把这个龙哥 架到了这个凉亭上 那这次我们看到 这个乌鸦也是换了一下战位 好的 神预判 小马老师 你看 跟你预想的差不多 还是要过来打一下B试试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 小李是并没有放后点 但是这个小塔哥狙击 还是在车子架着 就看这个点 保抖能不能秒掉 烟马上就要散 这颗烟封得非常的深 第一时间的话 BOF再相交到基本上 他们这波投授物 他也第一时间也不抢 但是要是这么抢的话 会比较伤 因为会穿着烟除 第一时间我们看到 乌鸦基本上是把废口 这颗烟直接封死的 对 这边的话也是选了两个人 走A2 然后来几个试探的 看一下有没有A2的一个前一 如果能投掉一点的话 可以再转 耍大牌这边是被摆到之后 我直接连看我都不看了 果断回 我传到一枪 大头 这边是把你再往后逼一下走位 看A点这边回方还是没有动 三个人先要到 但是A点这边还是留了两个 QPA 这个身位左右拉出来看 各位这边绕柱子了 拉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 A这边应该上下会看到两个人 那知道VIP有人 龙哥这边是下意识的躲一下 下意识躲了 B点走了 B点这边已经进来了 这将 B点破 那这边只剩龙哥一个人 刷打牌摸出来 直接打掉 9比2 这次我们看到是多点开花 多点开花 B点这边是小辣哥 第一时间是被秒掉之后 那只剩一个小蕾 乌鸦这个站位还是站得比较稳 因为他们这边就是 在B点小辣道失去控制的时候 我们还并没有第一时间 做出一个回房 但是其实是 不回房也是正确的 因为A点这边同样的 还是有耍大牌 跟阿鸦这两个人在 这局乌鸦输掉之后 也是经济有点尴尬 小蕾拿狙击过来 哇 这个蕾吃满了 有个火 但是这边的话 是已经到了 这个杀带位置 往前直接追出来 再混 龙哥 对 不要脸战 必定现在B点支撑 一个人防守了 这边B5F要是在一波进的话 是守不住的 我们看到QQA这个位置 真坏 摸得真坏 对 那这边B点爆一下信息的话 QQA这边屁股 直接抄过来了 阿鸦 噢一个错身位 我吼着脸 被打死了 对 这波一眼闪的话 这个时候大头开始断后了 那这边QQA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机会了 B包点进 后华员有人 我这个站的高真是望的眼啊 嗯 还有谁 嗯还有谁 对 这时候是先把位置站好 然后站到最高点喊出来那声口号 是吧 好的 这边将来都被打掉 是的 2打4的话 既然B包点已经占了 这个回方是很难打的 嗯 哎 这边是看一下烟雾 外面有什么 我这个压条 这小光纸 剩七里些啊 嗯 赶紧走 好 这局的话 BOF把进攻节奏放慢 然后也是第二时间 就是发现B点还是比较好打通的啊 因为B点第一时间的话 你要抢 好的相当我给你 那我这边在反清 因为你要是跟我抢相当的话 你第一时间肯定是要交这一些投资物的 那B点本身两个人防守 你如果投资物在前期全交的差不多的时候 第二时间人家再来过来打的话 就没有更多的东西过来反了 对 这时候乌鸦又得想了 B点第一时间咱们三个啊 防守A点的把这个烟雾弹给我交上 然后再补回A 我B点两个把东西留着 嗯 哦 QA打出暂停 这边的话是服务器有路死吧 嗯 这边是 他们这个应该是他们自己的网络问题 因为这边我看BOF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9比3的一个比分 对乌鸦的话应该是在大连 嗯 所以说有一个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距离 嗯 对 9比3的一个比分 那这边是小蕾刚才保的狙击 慢慢打啊 这边潇洒哥 1950 好 大连那边也是有点网络波动 好的 继续 看一下这个起枪 三千五比较尴尬 一千七 一千九百五 吉米 吉米 龙哥是叫吉米啊 很可爱的一个名字啊 但是谁能想到这个能跟龙哥这个形象想 想到一起呢 这是我们看到乌鸦是存了一下经济 存了一下经济 这个保下两把枪 其他的人也是稍微起了一下吧 平衡一下经济 连续输掉两把之后 乌鸦这个经济也是直接见底 QQACC过来 这边的话 二楼楼梯的火已经是被拖住了 哇 小蕾是真大胆啊 一把狙击直接是开始定架到了二楼 那这边唯一一把狙击被打掉了之后 哇 小龙还要往回走 是 这边并没有看二楼 二楼还藏着一个 一波顺秒 一波速度直接上 那QQ乱来摸 好的 哎呀呀 还是回来断了一下屁股 另外两个 潇洒哥跟龙哥 脚步听到 拉出来 直接打 哇 这个时候是开始收人头了 还打了这么晚 赶紧抢啊 不抢没了 小大哥这边应该是走的地道吧 嗯 对 走下水道 哎呀呀 哎呀呀 真聪明 这四个人怎么打的 九比四 好的 看长枪局吧 刚才这局的话 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说的点 那小蕾第一时间过来偷人 没被偷到之后啊 也是 我感觉刚才小光那个位置 是想背身躲一下闪 他可能觉得BOF中路要上 肯定会丢一颗闪的 但是没有上 这中路直接干拉了 把局拿过来之后 大头这边也是进攻局打起来 投注全部带钱 现在是可以一争相交道的 但是就看这一波抢是不抢 抢 狙击过来哦 第一点看到了 谁快 嗯 谁快还是年轻的快 嗯 这不一定 这不一定 大头说的 我也是有18岁的操作 大头说 对 我 我也很年轻 我也很年轻 小达哥这边送到新点之后 哎 QQE这边光看一下 如果有人pick 就是 QE这边打完了 直接跑 然后杀招还是在这个 小达哥这个点 直接背身躲闪 小达哥其实可以把脸背过去 这边的话 打克白 好的 那这边小达哥回头 知道 这边是 狙击做了吸引啊 对 那这一波配合的话 QE还是很果断 踩着火 稍微烧一下 然后接着往回走 小雷躲住 小雷这个位置 谁也看不见 B点一把狙击 二打四 A点三个人根本就没有动 我看到头皮 小光第一天收掉耍大牌 但是我们看到 哎呀呀这边还带包 带肥口 慢慢往前摸 QKA 带着 AP这边回到包 又是架了一个 比较难被发现的位置 你看不见我 这时候架到这的话 就得默念口诀了 你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其实这个位置 我们看锁定一下 这个阿鸦的视角 因为阿鸦过来的时候 我估计 他肯定会搜 那右边搜完之后 先下 小身被晃一下 看到 一枪秒掉 阿鸦这边是被穿到 一枪二十三天选 二十秒往回退一下 你这个时候没时间了 只能放一个安全包 一下包的时候 小雷传言出来 没办法了 10比4 没想到啊 没想到竟然是这个比分 上半场最后一分 嗯 六千二的一个经济 这边BOF经济还是非常好 所以还是这个问题啊 替边的经济是比较好累积的 那小光这边还是起一把大枪 刚才的小蕾是把AK拿回来 QQA接着是拿这个狙击 10比4一个比分上半场最终局 BOF这边投注物带的 还是非常全 满线开这边 这个时候B点三个人了 是吧 第一时间我先把烟封住之后 嗯 QQA这边车 哦哦哦 一打刻上光 刚才龙哥是在A2 A1稍微漏了一下 是被大头直接给架掉了 然后QQA在香药道的争托中 也是没占到什么的一个便宜啊 然后BOF这边也是半学 哇 真敢架啊 是吧 这个位置是很吃闪的呀 来了 那BOF 哎 哎 没吃到吗 这是大头 对啊 没有闪 小光回来 对这个A点 包点先架住 哇 这个位置 这个小蕾的这个缝隙啊 看到了 还是有镜点 耍大牌 我还偷一下屁股 这个就抓你这个timing 等你这个 打完跑的这个过程 好的 A点这边扔一颗火过来 A1 A2两个点开始包夹 对拖一下 哦 这个位置耍大牌 没有进来 但是我们看A2已经是到位了 再往下拉 又是一个一换一 101跟QQA 对 QQA这边都画 书房的一个回房 这边是直接就近下了一个四点包 这个烟 双方都架烟缝 都架过点 谁也不出谁 但101这边手里还有两颗闪 哎 这边是跳到箱子上了 嗯 架死了不动 那确定101还是在右边的 这时候开始满摸了 烟马上就散了 双方这个行业都非常丰富啊 那关键时刻啊 101这边 这个还是 第一个是有枪 第二个是血量比较满 10比5 嗯 那这个5分的话 其实BOF下半场还能比较好打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图的话 还是比较偏CT的 是的 那如果BOF再相较到一波站住的话 同样对于乌鸦来说压力也是比较大 对 他这个进攻的话是很很吃道具的 嗯 同样对于防守方来说的话 就前面如果一波道具吃完了 嗯 就看的是谁能架入这个点了 是的 对 看下BOF这边的战术吧 大头应该还是会起一下投掷物的 牛佛是非常喜欢在这个 A2楼往下拐一下的 哎呦 大头这边什么都没起5个小甲 龙哥这边带包啊 买一下阎沈雷 投掷物带全 嗯 把龙哥带队还是比较做出了 这个奉献精神 是 哇中路一波直接上啊 相当到4个人 3个人潜艇 但是发现中路人多之后 我们看到第一时间 直接退回包点了 对 第一时间这个是大头直接往后退啊 那中路这边一波包过来 大头只要拖度时间都能赢 这时候我们看双方 就是迅速展开了这个防守的 已经站好了 这边二楼也断着 看一下 小光这边啊 一换一 然后接着往前走 然后QQ这边是书房站住 发现这时候没有从B点 哎 QQ是哪儿把这哎呀给叨了的 哈哈 没看到 是 嗯 我刚才是从书房过来的 是不是 是的 哎呀从书房回房的呀 是应该是 回房可能就是这个短门 就遇到爱了 嗯 好的 101这边是把龙哥打掉之后 补枪补雷速度也是非常快 11比5 嗯 好 BOF这个超后的胎命 其实是很快的 但是我们看到无奈第一局 这个手枪局大头这边发的指令 也是咱们赌一下吧 然后站山腰道 然后也是盼到乌鸦会抓一下 山腰道 前点送两个过去 我B点再躲两个 但是这一局的话 我们看到乌鸦是很直接 直接一点一波进了 对 因为自己这边有一颗烟 只要封住一面的话 把这个呃 就是A1和二楼这边呢 只要扑死了 嗯 就好说了 是的 直接可以下个二楼包吧 那对面的话 你肯定B点回房的话 连接 嗯 连接 书房是吧 书房就被刀了 书房就被刀了 是的 小达哥 小达哥跟小蕾两个人 还是啊 这个防守B点的也是对象腰道 我这被穿了一枪吧 嗯 哇 穿回了 嗯 这是对象腰道展开一波啊 满摸 B点是单身防守 A点现在是放了四个 我们看到这一局BF也是有起枪的 哦 那这边没有看到人的话 两个人B点直接开始打了 哇 这边直接拉出来包套 直接是把这个小蕾给秒掉 但是小达哥这边补枪补的 做得非常坏 过来把AK拿回来 还没有人出来补 嗯 还没有人出来补的话 我们看到这时候 哎 包匪就是已经成功的来 哇 这个燕没分好啊 是的 那包不敢下了 这一枪也是挺准的 是的 那等一下这个兄弟过来吧 嗯 小光这边手里也没有投资过 但是龙哥手里还有个淹的 对 三个人的话 枪切上还是有优势的 哦 直接拼 这是AK的优势 小光半绝 好的 满满点 A点这俩人没动 是的 QQA这边很积极啊 嗯 这个下到包开始动 对 过来 还在断你A这个边的人 把小蕾都拍打掉之后 也是赶紧退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哎呀 只有两点血啊 呃 这个枪还捡不到 那应该是捡不到什么枪 因为A点的话没有掉人吧 只有是小蕾跟小达哥在B点掉了 对 是B点掉的 A点这边的话 一直是QQA一个人在断 是的 那哎呀 下一局没有发起的话 也是保枪吧 大甲 大甲跟这个 CZ 嗯 所以这时候也是优先把这个大枪保下来 哎呀 大甲也是不少钱的 我对 我们看到是不是大甲还有一个满的 有没有满的 没有了 应该都中过枪了 都是99 哎呀 A这个位置是直接不躲响了哎 直接是保枪保起来就行了 什么也不想 哇 哎呀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枪一个是什么头红 还有什么枪来着 反正这个贴的还是挺花的啊 很Q的一个一把枪 12比5 RBF现在经济是很难道 不都说这个皮肤是有加成的吗 嗯 是吧 就是皮肤 就自带的心理加成 心理加成 是 那就是皮肤越花就打的越骚呗 呃 可以这么理解吧 你可以问问他们 哦 小李跟小达哥两把吹风机啊 直接架 直接买起来 那这边应该节奏比较快 那过来吹一下 转转钱啊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悬念 这局的话应该是可以拿下 哦 直接打放了 啊 B点这边再刚刚跟着往前走 包特一把USP 好的 点上枪 往后退 不打了 那这边确实USP面对这种 这种枪确实是很很难受 乱枪打死我 乱枪打死老师傅 这边的话是搅了一把 小蕾的吹风机啊 嗯 好QK哎 又是在这个点 永远都是在A点过来偷一下是吧 这边是把这个RR给打掉 那13比5 我们看一下关键的下半场第一 一个长枪局 这边的起枪配弹的情况 这一般情况下 想要把弹起拳 就只能起半甲 嗯 大头啊 大头这边是 还是有现在投资物啊 看得出来 这边是脏货累活 全是给这个指挥一个人来干 博特 小大哥还是要过来顶 但是后点没有队友过来帮忙啊 这颗火一下过来的话 小小大哥这个位置是要被封死的 嗯 还在穿 我们也是就比你几天啊看到各种穿点 各个图的穿点 对 还总能穿此人 是的 哈哈 哇三个人 哎 哎这个跳起来给了小光一个机会啊 哎不潇洒哥一个机会啊 对啊 大头 这一波枪吧 这一波枪 还来两个人 我这个 交上劲了 嗯 交上劲了 101退一下后点 A1 我们看龙哥慢慢的摸过来 头皮没有看到 这个timing过了 二楼这边没有架住 哇101这个是很惊险啊 虎口逃生啊 这边大坑直接躲住 那这边小蕾的位置暴露 二楼也有 刷大牌 这边左右两边绕 看来没有子弹 哎呀呀 这有的时候timing和运气真的是 如果你两个都站了的话 嗯 那无敌了 是 确实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两边 互相拼枪 互相拼枪 怎么说呢啊 你 你这边有一点血 或者是我这边只是被你打死 双方互相抱头 那谁也不能说谁是吧 毕竟就是枪技有问题 也打不过啊 哇 DF虽然说是拿下这局 但是我们看到经济 还不如上一局 这边起的好一点 按牙只是一个小甲的M4 只带了一颗烟 那中路甩大牌第一时间把烟封死 再补一颗雷 香蕭道一边 还是三个人过来 KKA KKA是万年的A点啊 甭管你打不打A 反正我就在这 哇 香蕭道三个人压进来 这波本来是并弄摆动 我捂着脸呀 哇 怎么是把龙哥给摆了 哇 这边又是把小雷给昏死了 那一波清香蕭道压出来 见包 对 这是突然之间给你打了个快的 非常不要 最后小光可怎么打 一打五 一打五 不虚是吧 不虚 这不知道该怎么打 这时候有点懵 我们看到这个A点也是全都退了后点 第一时间A点中路 这个直接是没有占人的 反正这B点也是退后点 只有留一个的这个大头 再香蕭道侦查一下 时间还有55秒 这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小光肯定是这么想的 赶紧快进 嗯 快进 慢慢来吧 打掉一个算一个 好大头看 这边回回回肥口 剪一下包 闪出来 这边是刚才双甲高 发现位置之后 我们看中路也是给压力 屁股已经开始抄了 屁股谁在抄 我们看一下 好101已经是马上就要抄到屁股了 这边先要到放一波脚步 B点两个人直接往后推 我BWF打的是5打1 竟然没有人出来搅担这把枪 一把枪不想掉 也是保一下经济 BWF这个经济其实不太好 挺尴尬的 就是不想掉枪 我小光 先把大头打掉 练营也是个残血啊 9秒钟直接下 这个包能下伤吗 应下 可以了 来包头这边还是球板 还是已经过来了 再穿这个点啊 好的 下包胜利 我BWF这么打的话 我感觉 有可能会把皮肩给追回来 嗯 看一下 乌鸦这边的话 6000 有6000多的啊 嗯 有6000多可以发出来 嗯 那装备的话还是正常可以起 对 然后BWF的话 刚才是搞了这么些枪啊 也是直接把经济给稍微往回养一下吧 地上有AK 然后地上那是把喷子嘛 车王 好给龙哥发把车王 然后小底这边拿一把太克奈 我感觉这个进攻节都是要变相了 在这么慢打的话 我觉得乌鸦应该不太好找这个节奏了 四个人直接走一下一侧 知道你想要到第一时间三个人 我估计这波二楼直接飞了 先把点架住之后 我们中路同步的也是速度非常快 小底这边太可那已经端到位 我第一时间BWF做出了这个反应也是非常快 相当到三个人 前压之后 没有看见第一时间是 哎呀补回来不说 相当到两个人接着往前前压 那这波 如果无压补赶紧打的话 屁股马上就是要撤到位了 对 我们看到A1的人已经推到后点手了 知道你这边的话是已经到了站了A2楼这个位置 是的 我这个位置重点防守A2 A1跟这个A2楼的这个位置 全部推到包点补一下枪 哎呀这个时候跟连接的队友做一波黑合 二楼要飞 直接二楼下看一下能不能打目的 哦 退枪再换一个 还是一波人头的互换 是 全是在补枪啊 二打二 中路后面这边大头回房已经到了 不露点 但是大头这个位置应该是被这个VIP的小蕾给听见了 先放你下包 对 VIP小蕾听见之后 这个时候小蕾肯定不能出 就看大头清不清这个点了 一颗白一颗火 那包点 哦 这边是把大头清的时候看龙哥这枪吧 哦 龙哥可以的 666 这枪没毛病啊 一枪头直接是把A1给收掉 龙哥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可能听到了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跟呼喊 是吧 这我们有功劳吗 难道 对 因为他知道最后一刻那个视角是锁定在他身上的 是吧 来自东方的神秘一样 是 这两天你是怎么说呢 有也有毒的时候也有不毒的时候了 嗯 又是一波直接要测到 好 VIP不放给你一颗火直接是不让你抢 嗯 哦 三个人都跳下去到了 这两个人可有点抵啊 我以前烧楼梯那个火的时候我还要描一下 嗯 就那个火的话要跑着扔 然后要顺着那个就是然后要丢到那个外面 对 对这样的话就是防你A2楼这边那个A1口的人直接上来嘛 嗯 站住A2楼的位置 是他头架着沿后一颗白 我这个混 好像啊 我好吓人 好吓人 真的 你一拨冷看 我我们是看着很吓人啊 看一下这边的霜 再来 哎 被穿残了 嗯 小萨哥 小萨哥有点懵 我什么我什么都没干啊 来再架一下 这个位置还是不会被穿到了啊 哎 哎 是我不打下面我打上面 真是看到了 这个烟的上方还是漏了一点 对 我看他这时候往后退了一下 梁亭尚应该是也垫了一个人吧 B点三个人 发现这个B点不好不好进啊 已经A点的人回房了 对 把QQ埋到这 就卡到一定时间上 这个位置早晚会有人过来Pick 就像QQ能不能打掉 对 P克 是吧 打掉哎 这边也是哎呀 在上面也是没往前出 再回来走 这样的话 就直接知道你这边吊人了 而且的话 你另一个人也回房A区了 大脚过 好的哎呀 偷一个接着往眼里混 哎呦 这双方都真能混啊 好 又看到一个 哇 QQ这个接的漂亮 包含一个欣赏之业 这个时候 其实身体已经马上掉错过了 这是从空中接住的 对 直接没让你落地啊 爽大牌 我空中给你一个拥抱 我 这 盐还没散吧 啊 又是一枪头啊 这个 嗯 QQ这种枪真的是 有点实啊 对 好的 小光 那这种是 穿了半残 对 两个人位置都确定 然后要两个点来开始打 是多少 15了吗 15比7 哦 那边是乌鸦拿到赛点 对乌鸦拿到赛点局啊 然后BYF还没有钱 是很难打 因为你没钱的话 你小枪是很难防人家Rush的 是的 那这边投注也是代不全 那你就即便是 拿好吗 是不是一会儿来 我们来了一个这个什么 惊天翻盘 不 你说的没错 确实是这个 你看这边也是 我们也知道这个CT边的火是比较贵的嘛 那这边 也是优先选择带闪和烟吧 那知道你这局经济不好 我们看到这个确实乌鸦直接就 是吧 我们就直接来吧 你没东西 我第一波全焦了 你这边也是没有时间拖我这个Rush 香蕉道站下 然后侧道跟中路两个人没动 两颗烟焦 这次高点应该会搜 这边龙哥慢慢往前Pick 好的 Bottle这边拉出来之后是被白掉了 直接一颗火烧关 再来这边 哦 一箱 我连突两个 1601 哇那 厉害了 对很关键了 那时候人头又回来了 3打3 但是 还是 CT这边的话 因为枪支上是有劣势的 是的 好 血量上也差不多了 嗯 这边出来之后一枪头 再平衡一下 再平衡一下 哇 这个真的是 越平衡越好看了 再平衡一下了 这边是把龙哥给打掉 但是我们看到小光这边是 血量是一个满血 但是这边是打 一颗火 哇 小光这边顺秒了 耍大牌 这边也是被穿 也是打掉穿延处的QKA 哎 我刚才说什么来的 没有钳子 你刚才说什么 翻盘了是吗 你也是怕翻盘什么 没有 不是怕翻盘 我们这么来 就是所有的合理分析 我们都做了 嗯 对 然后 所有的合理分析 我们都做了 最不合理的可能就是出现了 好的 这边byf也是追回一分啊 对 这样的话再续一命 反而说到这个乌鸦这边的话 他自己的一个钱是稍微有点这么个拘谨啊 嗯 哦 龙哥把AK发出来 这边自己还能骑吧 车王 3,400的一个经济 哦 小甲 AK 嗯 小甲车王 对 AK的话还是要配头甲的 是的 不然这个枪本来就很飘 对 我们说M4的话 你可能戴头甲还好一点 嗯 对 因为毕竟空单道比较好控 啊 还有这种选举吗 哈哈哈 啊 学到了 学到了啊 好的 还是之前的一个战术 我们看他二楼一波出的一个战术啊 中路我们看到 梁庭上应该是有那二楼一个经典的防守 但这次的话 我们看byf因为是关键局的话 相交道也是没有太靠前压 这时候A点一爆弹我们byf B点没有回防 那二楼这部声音非常非常的大了 二楼一波跳 看耍大牌这个点 连刷两个回身 站住点 二楼这边出不来 那回防也是到位 剩下两把AK 小李跟QKA 相互扶持走一路 我好兄弟在一起 好小李把屁股给QKA加住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哎 这边的话QA是先打掉了耍大牌 啊 看两人这两人价点 是吧 对B点没动 然后A2这个点是阿压压 小李看能不能把这个包套这个点给摸掉 因为这边已经架死了 看你出来不出来PICK 什么都不能起了 对 这纯纯的ECO 那面对这种全枪全弹 那好的 这个时候是福利局了 看一下BF能不能把这个枪把这个是吧刷屏打出来 嗯 这次也是 乌鸦这一时间什么哪哪也别去啊 因为前期投掷物太多 看下中路 爬大牌 好 集中一波走 这个炎要混出来哎呦什么都没有啊 往炎里混 哇那这个timing点抓的抓了一个尖箱的timing啊 在这里是晃身位 好 要你腰里面往后退 枪上的枪支上的劣势啊 对 先让 有一颗火这边啊 龙哥 主动打掉 这边只剩龙哥一个人一个一打三 包掉的A2了 那这个时候不好打了 那龙哥选择直接过来绕屁股 但是我们看到三名选手已经是全部的回方到位 对 而且A1这边马上来了 龙哥回不回头 不回头的话要打屁股了 好 还是回头看了一点 接着再过来架锅点 直接平拉 龙哥这边拉的是A2圆点是吧 直接加那个拐角那个位置 那压压压这个时候也是直接拉到了这个连接位 15比10 关键局了 关键局啊 这个比分是慢慢追上来了 是的 大头拿个狙击 看一下大头这个狙击的位置 先走B点 然后B点的话是波头跟大头两个人进行一波防守 第一时间其实可以再喊一个兄弟过来 嗯 喊了谁过来 我看一下 把大牌跟161A点啊 把啊呀呀喊过来了 相较到还是一波强控 啊呀呀呀 是吧 嗯 我每次听到这一名我就想起那首歌 嗯 怎么唱 啊呀呀呀 啊 有点串戏这是哪首歌 你能唱的像一点吗 我无音不全 哈哈 小光 哎你这么着吧 就是下一局咱们再做一下预判错了之后你就唱个歌 对吗 一句两句那也是意思 那我觉得明天WCA就不用我解说了 我们这观众都被你唱跑了 你姐说干嘛呢 那刑许你越唱看的人越多呀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个不能说最后吧关键局这一波这个战术如何 先要到空下来之后第一时间 卡了一下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还是回到了A点现在A点是四个人的防守 乌鸦这次是把关键的队员送到连接之后抓一个timing消洒哥直接是把包头给打掉 然后第二时间同步的要再过来打下B看到一个侧身位大头打一个接着往后退剑包 B点开始动 这边直接臭后点 四打三那直接进了看有没有烟 没有烟了没有烟怎么过呀 怎么办这个点很难过啊 是啊 除非两个人平了哦这一枪打头啊18岁的反应哇这个highlight漂亮漂亮漂亮 这一枪就是反应太快看KKOA KKOA就非常喜欢打这种三局 15比11 15比11 这个比分又追上来了 嗯然后看乌鸦有没有听起来到这边的话乌鸦很难办 我这是起呢还是不起呢不起不起 呃没有啊起了大脚 嗯基本小起一下吧 小起一下对留个大概哎这个的话就我有一套战术是不是 嗯半甲特克奈 半甲特克奈 则起 嗯他得带一波投掷物啊 嗯 因为KKOA是存下钱 我估计KKOA这么存钱的话看一下小海这边的经济吧 KKOA还有个2900 下一局啊经济累积起来应该是可以起到狙击的小塔哥过来 哇看这个情况是不是 能幸运一枪 好小蕾一把局 前面中路是换了一架 哦 哇呦 这颗烟一封死 那这个香蕉道基本上就丧失争夺能力了 还是四个人 五个人全部集中走A点 嗯 BF那边保 香蕉道来不了 嗯对来不了 嗯 哦这个时间我们看中路也是做一波 骚扰的非常大呀 这个声音 但是我们看到第二时间是回到了这个香蕉道大头 哎哎 意识的穿一下啊 太吓人了小塔哥刚回来就大头一缩的就破出来了 101二楼先加注吧 对面自带是不是烟雾透点气的 嗯 这个直觉是真稳 哇那这这边剑包了小蕾 是的二楼都剑包了呢 也就知道了一颗火拖住A1的位置 哦A2 A2这个点 A2这个点哦 哎呀且战且退先往回走吧 对哎呀这边一颗火再拖一下连接位 101那边已经刷屏了 打红 对哎呀可以过来打吧 好火过来 哎等火散 可可以换一下枪啊 四点血怎么打 擦你一下就死了 哎果然是擦了一下啊 15比12 啊BOF这边后边是经济累积起来之后也是 差不多是相同的一个思路 还是把你香蕉道控住之后 我再集中一个四人的防守 我前点先去侦查香蕉道一波强控 看乌鸦其实可以学一下 就是可以 想一下BOF当时是怎么打他们那个套路的啊 第二时间再去抢香蕉道 关键局 那这边可可以是把这个AWP给带起来 哇 这个连续进攻没有什么太好效果之后 我们看到就看这一分 如果这一分不好打的话真的就要 哦不能这么说 哇 你看这两颗雷已经是 开局就已经这样了 两颗雷龙哥 潇洒哥 对面加起来不够一半的人士 是的啊 这边大头同样也是被拘到一枪啊 两边就相当到一波争夺是很熊 但是我们看到第一时间乌鸦在这边向上倒是损失了非常多的一个血量 对我们看到了A点已经在回防了 哇那进不来了吧 那这一波血量都这么残 硬进 哇真的是硬 投体啊 这一颗火 烧死了 打头血量不多 眼里面混住 我们看小雷 这边双架进了这个花坛 第二时间返架 哎呦 哇看到 有一个 好的这个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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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位置我觉得能收三个啊 对果然是三个 15比13 哎其实刚才那一波的话 已经闹出这么大动静 马上去打A 然后直接连接 不是直接A走 我估计可能会好打一点 是的 然后B点我们看到直接回放到位了 对已经回放到位了 就你这边一颗烟蒸出来的时候 马上的话 我们看到阿亚那位置已经不防回来了 对 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 乌鸦在抢香蕉道的时候 确实被打得太伤了 两颗雷过来直接是三个人 血量本来就不惨 而且的话各种投掷户还都在 15比13 这个比分有点纠结 这个BOF慢慢的是把比分 落后这么些直接追了回来 好的 QK这边穿掉了大头 阿亚这边还是在做一波交换 中路这边上 没有关系 这边还是一个三大三的节奏 刚才小蕾同步的 也是在把B点的这个谁给打掉了 包托吗 三打三的话 其实对于乌鸦来说是 怎么说呢 优势 优势 对 三个人打一个点 好的 包托这时候也是优先拖下时间 我能不能刚住包托 这边且战且拖呀 哎呦 还是你刚住啊 好 在这边我们看到回房到位 有烟封住 好的 先下包 QK可以选择后来先把香蕉道看一下 两个人2打2 101跟阿亚亚 两个人是 是要一块走还是要分开走 分开走 有一个架烟后 有一个走货花源 那101我们看到 哎呀呀已经是摸出去了 101这边要是再不同步打的话 可能要互相补枪是补不上了 但是我们看到QK已经是退到相当的到这个位置 然后死点已经是躲好 还有一颗火 两个人是一个夹角 所以说这个回房打 小光这边是正面拼枪 直接打掉101 那这边一个侧身位 那恭喜一下乌鸦吧 这个16比13战胜了BOF在Inforno这张图上 也是Inforno BOF差一点吧 嗯 其实这张图我们说了 如果说平台的话换个边的话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举项 是的 对 那其实BOF后面追的也是很努力的 对我们说了这张图的话 确实是 作为CT的话是很好 就是说防守的话 如果你守住了的话 很好打的 那这局我们看过来 就是这几个关键点 其实在几个关键参局 还有在手枪局的判断上 其实也就差了这么一点 也是导致了比分的拉开 嗯 那我觉得Nuke这张图呢 是BOF自己选的 那我们这个下张图 看好谁啊 看五鸦 好 那我下张图 我这是看好一下BOF 那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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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